Ulicon Zombie Apocalypse 第一點就是武將的重要性 就是一個領土戰中 要合理的去分配你們隊伍的職業 重甲這邊我會覺得 就是這樣子的流程 優先度在最左邊 然後重甲、中甲跟輕甲 就是要完美的分配 不要全部都重甲 也不要全部都輕甲這樣 那我後面會說 我覺得怎麼樣分配會比較好 這全部都是我個人的感覺 不是什麼大佬一些很強的那種去分析的 那 重甲,我想講重甲 重甲的用處 第一點就是扛 扛傷害 那我這邊推刀盾 就是他有控制加上牽制 那他的控場很大 而且又很實用 然後牽制就是用那個 喊那個定江山之後 可以去裡面站點 我全部的角度都是從領土戰出發 然後劍盾就補血 然後去撞一些小兵 然後關刀 增傷跟破甲 那後面兩個 我就比較不那麼建議 在領土戰拿出來 除非是抓一些落單的 這樣 OK 中甲我主推火衝 一樣控場 他的用處就是在控場 那太刀跟戰毛 我是建議最好就不要用 因為太刀就是 單兵發揮比較強 可是他用處比較低 那戰毛沒有馬 殺不死人 然後小小的輕兵用 然後輕甲 我這邊主推是短攻 因為他攻速快 然後機動性高 然後拆器械用 那雙刀就是走單人 然後去猶龍殺人 那為什麼我不選長攻 是因為長攻 雖然有傷害 但是必須苗頭 然後他的射器械的速度 沒有短攻來得好 那這邊是我覺得 比較適合的分配 左邊這邊是一開始 就是在對方 跟我們15對15 一開始剛開的狀況下 我希望短攻可以多一點 或者是長攻 因為火衝基本上沒有辦法去採人家的器械 因為太遠 傷害太低 然後 基本上刀盾劍盾 戰槌就是架好你的兵之後 如果他們有可能控不好的狀況 兵就突然給你跳進來 就可以把人家抓進來 抓進來弄 或者是他們在推的時候 可能短攻 或者是火衝來不及回防的時候 刀盾可以先去扛 扛前面他們可能正門進來 或是破口進來的部分 然後到後面 可能上面就是城牆上淪陷 或者是我們中央去點淪陷的時候 會比較就是請短攻 或者是長攻去更換為右邊的配置 就是去找機會可以去抓人家的那個 可能就是短邊 因為通常 領土站應該不太可能會去 不太可能會放一邊空城 然後讓一邊擠出來 所以就是會希望有雙刀 或者是戰槌去把短邊的部分 把他人抓進來 讓他變成逃兵 然後找空檔去把短邊的部分清光之後 換馬然後去衝正面的屁股 然後配合正面的人去壓制清除 那這個是我上一次 4月13號去抓的對方跟我們的武將配置 左邊就是一開始我進去督戰的狀況 然後右邊是快要結束的狀況 所以也許可能不準 也許是他們剛好巧合 他們的配置就是跟我的一開始的前面的配置的比重 比重是蠻相同的 就是到後期的重甲部分就是拉高 然後輕甲跟中甲的武將拉低 那你看右邊的本證是我們的中甲太多了 所以這一場的戰役是差一點 輸大概十幾秒 本證就沒了那一種 然後這個是隔一次的零土戰 這個狀況是我進去的時候已經到本證了 那他們的配比就如這邊如圖上的狀況 他們的重甲也是偏多 然後再講兵種 我這邊主推大頓就是中式跟撩東 沒得選 那中式的用處就是本身還有反擊能力 可是撩東基本上是完全沒有 然後為什麼我會把平推跟馬衝放在一起 就是 鏡中式這遊戲裡面唯一一個有平推的角色的兵種 那可以跟平推去比擬的 就只有波蘭配觀寧的衝鋒 波蘭衝進去之後 觀寧擠進去然後開槌 可以達到平推的效果 那遠程就是金色為主 雙花悲盾跟佛朗基 如果沒有雙花就用佛朗基 然後小盾是這一次本身有一些buff 那我個人比較喜歡是推遠征 因為遠征比較不用去看反擊的時機 因為只要衝進去然後有定江山就開定江山 沒有的話就是看自己的血量 冰種血量偏低就按一下補 那開圖就比較麻煩就是要去按反擊 然後冰種特殊冰就噴火嘛 因為噴火很厲害 放在盾後面對方衝了也會有一個會害怕的心 然後砲兵圍巾圍巾比較特殊是 會使用圍巾的狀況我個人是覺得 就是像我們一開始的那一場 就是有點快要被佔領的那一次 或者是本陣已經被擊潰了 然後裡面場上很亂 已經沒有辦法再佈陣的狀況 就是用圍巾去瘋狂亂咬人 看有沒有辦法去勤兵 或者是殺到武將 圍巾是放給他爛的 衝出去然後去打 隨便打 那巨碼就方正嘛 隨便亂衝 對 就是因為那個狀況已經很亂了 你想要再控兵 或者是怎麼樣 你可能也顧不及了 你就好好的把你的武將 如果你是有控場技能的武將就是好好的控場 那圍巾就放過去讓他們亂咬 那巨碼很明顯就是方正嘛 但是我比較想要的就是 方正是防守方 那進攻方的話盡量不要 因為方正需要一直移動 那大概是這樣 那有留問題的話 現在可以發問 就是關於兵種 波蘭的血緣旗會不會比波蘭還要好啊 血緣旗有點定位像是圍巾 或者是去衝人家背後 或就是很亂的戰場中 血緣的用處會比較大 因為血緣傷害高嘛 那衝進去然後按一下跟隨武將 它就一直開戳開戳開戳啊 原來 那是波蘭的那個陣型真的很爛啊 像你今天是手拓了 你又是手重陽氣的那一段 那路都很窄 據說真的波蘭衝鋒效益不大啊 我這邊個人是認為波蘭的衝鋒 比較適合用在轉角處 或者是有一點彎彎的 的渠道 就走道這樣 可是 假設你 你的走的路線是 直走之後左轉 那 你把兵叫到左轉時候 它的馬是不是就會全部貼向左邊 彎過去 那個時候你再衝鋒會比較好 而不是由大的 衝小的 那你的馬就會卡在後面的牆上 就是你要把你的馬 督進去之後 再衝 然後配合官邻 因為波蘭就有一點像是 鏡中的 把開條路 然後讓鏡中督進去 去用錘子去敲他們兵 那鏡中跟大盾其實是 互相 互補的方式 就是 大盾需要鏡中 鏡中也需要大盾 那鏡中的用處一定比大盾來的好 那 選鏡中的玩家 會比較吃看後面 就是會需要一直轉畫面 因為 你會想得到偷別人 別人一定會想要偷你 所以 當對方來偷你的時候 鏡中的反應就是要往後平推 可是 如果你想要讓對方有聰明的狀況 你就是假裝不知道 讓他來衝你 之後往後平推 應該懂我在說什麼 就是 騙人家來 騙人家來 然後 再弄別人 那大盾就是不要懂 反正大盾的用處就是 擋傷害 跟 擋遠程 或是擋一些炮 擋工兵 那這幾套 器械 我這邊就主推兩種 比較好用的 鐵砂跟將軍炮 那法蘭西炮就是 你如果沒有將軍炮的話 就在用 那下面這三個就 建議不要帶 那鐵砂很 很清楚就是 很痛 就像散彈槍一樣 槍堵在人家臉上 噴下去 人家就直接去世 那這用處就是放門邊 或是貼點內放 我相信如果你們有在打 可能比較高端場的一些工程的話 你就會看到 有一些高端玩家 就會這樣子塞 通常會塞點內 門邊 通常是只有零土站 才會用 那將軍炮就是 大控場 範圍大的控場 然後傷害中 然後 放的話是 朝門放 就是 跟門拉一點距離 然後朝著門去放 不要貼在旁邊放 就是 就是 炮口 對著 門 然後放一點點邊邊的 去處理 那 法蘭西跟將軍炮其實 是差不多的 放法 那 床弩 一握風 燃燒彈 這些就是 工程在用 建議就是不要帶出來 那 死屍的就比較特別 死屍的那種 就比較好用 那種我就不講 因為有的人太少 那這邊就是解析圖 大概怎麼放 就是這個就是一個 我這個圖 意識圖就是 那個 零土站的那個 拓輪的門 那個拱門的 的畫法 進中 進中放門邊 就是切齊 跟門邊切齊 然後 進中放後面 然後 方正再放後面 如果有方正的話 沒有方正就不用管 那 人家衝進來的時候 我會比較希望的是 一邊的進中先推 假設 假設左邊進中推了 然後推輸了 右邊再去推 就是不要兩個 同時去推 那 假設他們 他們真的 人 整個印都進來的話 那 進中有推好 你的中士就 盡量去堵門口 就是我把 把中士往前塞一點 把門塞住 因為這個洞口 以 拓輪的這個洞口來講 兩組進中 一人放一邊 中間會有重疊 所以一定是塞得滿 一組進中是 會有流邊邊 然後 有盆火槍的話 就是直接放進中後面 中士後面 然後跟進中中間吧 差不多是這個部分 然後 馬 其實 馬你要拨籃或是官女 我都接受 就是 已經到這個狀況的話 馬 我兩個都接受 因為 當他們 撸進來 就是 可能兩邊 進中都推輸的狀況 馬再來去 撞他們 才有辦法拖住 他們進攻的 的那個優勢 或者是那個 時間 盡量拖住 然後 杯奴跟浮浪機就是放邊邊 不要 就是有一點 就是 不要 讓你的杯奴 有人 看得到外面 就是有點切斜角 切到 剛好看到拱門的邊邊 這樣子 你的 你的遠程 就不會被打到 然後他們在衝的時候 你的杯奴 又有辦法 做到 進攻 一直進攻一直輸出 然後 鐵 器械就是我剛說的 放兩邊 只有鐵炸的部分 其他都是放下面 朝著 朝著門口架 就是 像我這個比較細的這個藍線 這樣 就是 貼著牆邊 然後朝著拱 朝著拱門 中間去架 那第二點就是這樣 黑色方塊就是盾 然後 紅色就是 鏡中的平推方式 我希望是 由內往外推 然後 同步往前進 只要 只要鏡中推了 有成功 大盾就是跟著 往前壓出去 不要 留在那邊都不動 那 如果 像那個 紫色 紫藍色的這個 就是方陣 如果是 如果有帶方陣的那一場 就是 要一直瞧角度 所以 這邊我會比較不推 方陣 可是如果是防守方的話 是好用的 那這邊 這個意識圖 就是在牆上的狀況 那我會比較希望 就是 你在牆上的人 是去搭配 小盾兵 因為 一動快 如果沒有辦法的話 如果是遇到大盾 通常 遠征是有辦法處理 可是 開土 或者是 不在我 的血的裡面的小盾的話 可能就是必須要在 多鏡中去幫忙推 才會幫忙吃掉對方 或者是你本身武將 就是刀盾 或者是火衝 有辦法去做控場 開個破口 把兵塞進他們的背後 然後去 通常 通常 如果對方是大盾的話 是會架好器械 架在 中心 就是他可能架圓正 然後把器械放裡面 然後有可能就是 將軍炮 或是舊炮 那我這邊沒有提到舊炮 是因為 舊炮需要技巧 所以我這邊就先不提舊炮 所以我這邊就先不提舊炮 那這一張 就是之後 之後 會打 之後我們 我 就是明天 會打那個 謝爾瑪 那我這邊會希望 的人數是這樣 欸 你們看得到我的滑鼠嗎 看得到 喔 我滑鼠這邊指的這個1 跟這個2 就是一對 然後這個2 我希望你們 你們是 可以帶遠征的 或者是開圖 然後來爬牆 所以這邊2-1-2 這邊就是一組 然後剩下的10個人 在左邊 用炮 去打破口 然後綠色就是炮 就是炮 就是炮的 比較長的就是炮的方向 然後這個 原點就是 鐵砂炮 那 我這邊會想要的就是 一個人在下面架炮之後 把門打到剩下最後一滴血 然後就先不要動 然後上面的人 上面的人 配合 側面 就是破口這邊 破口這邊一爆 往前壓之後 2樓如果他們沒有防守 或者是他們只防守 右半邊這裡的話 那這邊 左邊這邊2 就是往樓梯這邊去擠 除非2樓右邊的這邊 沒有辦法 處理 那你的 這邊的兩個人 再去 處理這邊 處理右邊 然後 然後 這邊 當你破口進來之後 一進來 盾往前壓之後 進中 一個進中往下 一個進中往上 去分開 去打 然後 下面這邊的進中 推完盾架好之後 就不要動 其他的 就往右邊這邊來靠 我們要搶中央距離 那 這邊我 因為這邊我 推測他們應該會把 兵力放在樓梯這裡 所以 這邊的進中 就要輪流推 所以我這邊放了 四個進中 這邊 上面這邊 我是有 我想要的 兵種 四個進中 一個已經推了嘛 假設這邊還有的話 就是 把這四個 四個進中去輪流推 然後推到中央距離 然後剩下的兩個兵 就是 因為這邊會有 應該是會有兩條路 一個架正面 然後一個架側面 然後門的 門的這個時候 當我們打到樓梯這邊的時候 你就要把門破掉 然後這個一的人 我希望你帶的是中式 破門之後就直接往前壓 這樣子我們就多一個盾 假設在這邊 盾可能被死了一組 你這邊有辦法機會來補 那一推進來 杯奴就是跟著走 我這邊配兩個杯奴 所以就一起往前走 站好之後 就是直接進攻 那個 補擊點 那點內的 就留一組 一組盾 然後 基本上 你 這樣打下一定會有損兵 所以 直接來這邊 選進中的直接換盾 然後選盾的換進中 然後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中間打下來的話 右邊基本上就會撤退了 因為我們重兵擺在左邊 所以他們人 右邊 有可能一定會 會比我們 比我現在分配的人還少 或者是可能已經直接放掉 然後再來 這個點很特別就是 我希望這個點是韓越來處理 就是韓越你帶著小盾兵 這邊會有一個樓梯 爬上來 然後走後面繞 然後 正面 當我們正面壓進去之後 你再從後面來偷 然後 去打他們器械也好 你不用殺得到人 但是 我要的用途就是 你可以去踩他們器械 我只有三星小盾兵 那 你有 中式 進中嗎 中式 中式 中式沒有 What 好吧 那你就 帶進中吧 可是這樣子你的速度會很慢 我知道 那 這邊就給你 自由發揮 我只有狂戰啊 好 那狂戰也可以 狂戰可以爬樓梯嗎 可以吧 可以 可以 那你就帶著狂戰 那我這邊就是交給你處理 拖過去 因為 器械應該會 他們 照理來講 器械應該是會放這 沒有意外 基本上不會有任何意外 然後下面這邊 一盾一盾Un who 一盾一盾 一盾一盾エキ meetings 台語我這個盾會希望你是療蹲 因為我想要你扛著 下面這裡 然後武將的話可以拿煎盾 我希望你真的就是來扛 然後近中 鏡中要平推 除非對方是馬 馬會衝 馬衝過來的話你再平推 其他的話你就架著 我這邊會希望 這裡 我滑鼠指的這裡 這邊先推 推到差不多這裡的時候 這邊的人往前壓 這邊的人就是兩個坦克 然後 兩個杯盾 放這裡 下面這邊就是不推 等這邊推進的時候 這兩個杯盾手 可以去Cover來這裡 Cover這邊 等他們推進去之後 這兩個杯盾就要拉走 所以其實這一段期間 還沒推進去的以前 這邊的盾跟鏡中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然後器械 一壓進去的時候器械就要架了 不要等 架什麼都好 反正就是往他們的臉上去讀 然後 鏡中就是 鏡中就要輪流推 我先說鏡中輪流推 不要一起同時去推同一個點 因為這樣實在太虧了 我是希望你們可以去配合 推的時候就先講 然後去大概算個幾秒鐘 可能5秒左右 然後你鏡中往前之後再推另一波 除非你的那個鏡中倒了 另一個隊友 你再去跟著推 就是你推輸的話 你再去補他的那個位置 那到這邊基本上就是直接一直往前壓了 就應該是就是贏下來了 我的腦裡面的構圖是這樣 那有什麼任何意外的話 我會再獨佔 那這一場 明天的謝爾瑪那一場 我是會獨佔的 我人不下場喔 喔喔喔 我有個地方我沒講到 就是這個綠色的這個 砲 我是希望是交叉放 然後這個砲是 放下去之後可以朝樓梯 炸破牆之後朝樓梯 然後這邊的炸破牆之後 是朝短邊的孔 就是處一個交叉 那這個砲就是可以去cover這裡 樓梯這邊幫忙打破陣 然後這個砲就是由阿俊來處理 因為只有阿俊有砲 你要什麼砲 小砲 就阿俊有小砲吧 我們好像還有雲有吧 冰的話我沒有 就是小砲兵阿 就是鍍金時代 應該沒有人有了吧 只有阿俊有 我不夠等級不夠 那就阿俊吧 因為阿俊是 已經一半過了嘛對不對 喔對 20多幾了 那就由阿俊來處理砲 然後 這一場我想要就是因為 家裡面就是給進攻對手 所以我這場我會希望是阿俊 舅舅跟腳腳正 這三個人來處理 謝爾瑪 你們來進攻 然後我督戰 OK 然後有一點就是 在戰線中 不要太多人講話 給情報就好 那情報就是 例如說 假設以我來講 我可能是 在牆上的那個人 我就會說 他們有火炮兵 噴火兵 一組 就是特殊兵種是一定要講 然後方正多少 一組 這樣 就是 簡潔有力的去講 然後 如果對方要馬衝 你們也記得要去講 就是要 去cover隊友 不要讓隊友的兵死光 因為這都是戰火幣 然後 因為我們這邊 我們家族裡面是還有大概 在 石內以位的大陸人 所以我這邊會比較希望是 中二分逃兵 去阻他們 因為你們也沒有 也沒有開麥馬 那 你們打字 他們一定也看得到 所以我這邊 直接跟你們講 然後你再去 指揮大陸人 就帶著大陸人 去走 如果他們不受控 沒關係 就是 這是我會預料的到 然後 然後 就是這樣吧 第一點跟第三點是 互惠互利 那這邊有個影片 這個就是 關於 鏡中平推 有的時候 我的推測就是 你推的時候 為什麼對方沒倒 是因為對方的格擋值擋住了 你要把對方的格擋值清掉 他才會去 他才會倒 就是這邊 我平推了 可是 遠征沒倒 我遠征沒倒 所以我這邊估計 對方的 遠征就是篩了很多的格擋值 然後所以我 導致我推不倒 所以 在鏡中有 鏡中 如果遇到 像是 馬爾他那種 有可能會塞 很多格擋值的 的 狀況下 可能第二組鏡中 就要去 補這個傷害 或者是武將 可以的話是武將 去 去撞 火衝去丟 那個 翁天蕾 或是 刀盾去補 把他們推倒之後 讓鏡中 順利可以往前 去擠 或去壓 OK 大概就是這樣 本次的講解結束 感謝大家 有什麼問題 可以直接發問 等一下 那一百五也太貴了吧 阿 請 請 請 你 你付不起 你就去訂閱呀 沒問題 聲音不夠吸引了 什麼 聲音問題啦 你怎麼還會變生氣了啊 你怎麼還會變生氣了啦 欸 男生不會懷孕了 沒問題 沒有問題